另外要交代一件事 我看網上的回應、申請的股 有些人買了 有些都不錯,但有很多掛外 掛外? 嘩,有跌市、有酒、有食物 你們要有一個 我們中國有講過一些心經的常識 心經都用得在股票當中 用得到心法 心經是很大的心法 在我們那篇心經它隱藏 例如我們中國 我不喜歡講佛教 為何不講佛教呢? 有個理由 先講一些故事 為何我以前參與佛教 又研究過佛教 然後現在在運用佛法 又學了很多不同中派的佛學 為何不去宣傳佛教呢? 很多人都問過我 因為答不定都可以簡單地說一下 有些人說這個人搞首飾才戲 佛學博士說首飾才戲 又告訴別人他追求女兒 又說代定一些光傳道在身 是嗎? 學佛學不行嗎? 不是 有些人不明白 你不是做和尚 不是 你這樣說是不對的 那個比較深厚的 都借少許機緣說一下 讓人明白世俗的層次 說我們在佛教的界律 因為我不是佛教徒的身份 而是一個很細造人的身份 說首飾才戲 其實首飾才戲就是佛法 你知道嗎? 你能夠面對首飾才戲 可以控制到這個就是戒律 你有沒有什麼功夫呢? 你過到首飾才戲的關 講一個故事大家可以上去搜尋一下 以前在中國有一個中派叫律宗 律宗就說與首戒 他的行詞 與持佛門的戒持得很清淨 這個律宗的大師 很文名的道孫法師 他遲戒遲到他每天不用煮飯 一夠糟 那天人來供養他的 拿飯來給他吃 厲害嗎? 即是他那個人的規矩 修行修那個戒 修到可以感應到 上帝派的使者來送飯給他吃 在他的年代又有一個 他叫奎基和尚 奎基和尚 俗稱叫三車和尚 為什麼叫三車和尚呢? 他一輛出街 他出租出遊 一輛車載很多經書 即是他學問很高 一輛車載酒 一輛車載著一輛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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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牧根不清淨 但他的學問非常好 有一次 有一次奎基和尚就去探導孫 即是探導孫 這個手持戒力很厲害的大和尚 這個大和尚就約了時間 那他呢 這次呢 都可以演一夜了 等他來到 較好時間 他特地約他時間 即是譬如說 他11點鐘 那些天人呢 就送飯菜來給他吃的 不是飯監的人 我俗稱叫神仙 有些神仙派市 只是送飯給他吃 他約他時間 就是那個時候 11點鐘 他約會計 就10點多鐘 即是等你來到坐得 喝茶 讓他看到 那些神仙送的飯菜來給他吃 你明白嗎 即是說 Soul Polly 那10點多鐘 那些計機就來了 來了一邊聊天 聊天也沒有人送東西來 對呀 聊到整12點多 都沒有人送東西來 他就走了 他在大和尚就走了 他就走了 他拗了 自己也沒得吃 搞到 那10點鐘就不寫東西了 他說到後來他走了 沒多久 他就品告了 為何你們今天的神仙 天天也沒有送東西來給我吃 那些送東西來的人就現身了 他說 我不來到 那些人不來到 哇 桂基有很多護法臣守住 進不到你家廟 上不到山 周圍有護法臣 護持著這個桂基和尚 即是說他表面 又有酒又有女人 但是他的心完全沒有那樣痕跡 你明白嗎 所以他有這麼多護法臣 你護持他的 那你那個杜孫律師呢 就自己有個傲慢心 還以為已經有自己的功夫 驕傲 做些功夫給別人看 那就失去了 我們一個族家人 如果我打佛教 為何我不搞佛教呢 那就要講一些前因後果 有本經講的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佛經 有一年 有一年 阿蘭專社 就是佛的弟子 那個是從 阿蘭專社就問佛祖了 師父 我昨晚發了七個夢 不知道為何 他連續發七個夢 就是發七個夢 記得很清楚 就是一集一集的發七個夢 那佛祖就 那佛祖就 就問佛祖就 問佛祖就 你發七個什麼夢 說來聽聽 我幫你解釋 看解不解釋 第一個夢 他看到整個海著火 他很害怕 那些海水不會著火的 他看到整個海水燒著火 燒著火 那佛祖就說 那佛祖就說 我的人生那個法會滅 佛祖都很不開心 就是一個人笑 連海水都可以著火 第二個夢 他就說 他看到太陽下沉 黑暗 而星星都沒有了 佛祖就說 又是不開心地回答他 就是我將會離開世界 就算那些有成就的人 都慢慢慢慢離開世界 那世界就將會黑暗 第三個夢 他說他看到和尚 不根據釋迦牟的制度 去穿那件衣服 那些在家人 就站在那些出家人的頭上 討論 那些出家人 找一把口去講經 就沒有親自去修行 所以在家人就看不起他 那些和尚 又看不起那些比丘里 那些和尚又不怕因果 那个是没法时代了 这个现象代表 第四个梦 就见到那些和尚 没有穿那件发现 不完整的 就是在一些荆棘的森林里面 荆棘围住了 就进不去 代表座 将来这些和尚不穿发衣 变成了他娶老婆三儿 捨弃了戒律 贪徒享乐 这个大法的不幸 那个时代 就算现在南全佛教国家 都有和尚 离过结婚 三儿手拖手行街 知道吗 如果中国更大劲 日本 日本很早就有了 你中国搞了一个斗争 比如在中国的环境 斗廟大 斗徒弟多 斗香油多 我不知道现在有光湖地位 斗排名 对不对 就算你现在跟着就因为他去到这个时间 就变成了白衣说法 因为这些族家人看不起 白衣就是在家人做了和尚的工作出去讲经 所以我不讲经不搞佛教 因为如果在家人出去讲经搞佛教 参与这个工作 就更加令佛教更加快去消灭 你夺了和尚的位置 所以那时候南维均出去到处讲经 我们没有说他 但实际上的现象 因为讲经说法是和尚的工作 逐家人一出去讲经说法 就站在和尚的头上 现在现象出来了 就更加看不起和尚 但因为和尚又没有用功 又没有功课 又不守戒律 又没有修行 现象是这样的 当家庙是店铺 有些是娶老婆生儿子 贪徒享乐贪供养 这是第四个梦 阿兰专写 有些生猪 在森林里画过谭香树的树根 有些生猪 代表什么意思 释迦牟尼专写 是很优秀说的 在未来的世界 那些和尚尼姑 就会贩卖如来 出卖经典维生 那些新经带 什么咒语 周围 到处买CD 买卡在家 他唱 是不是 就靠这些东西 维生 买很多东西 在家庙庙里有很多菜 买佛像 买纸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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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维生 所以出家人做生意 少林子就想搞上市了 什么都要讲价 你超度个亲人的钱 有一个价钱 你做这套仪跃是什么价钱 你去这个位拜是什么价钱 你想做公德主是什么价钱 是不是 全部要讲价的 你进去大鱼山保联寺拜佛 你给了很多香油 有私家车车来 你给了少些香油 就坐车仔 吃的渣又不同 全部讲价钱的 好了 逐家人呢 就重大件事 他又出了来讲法 这些佛教徒呢 就当自己是一个和尚 大家斗开这些佛堂了 最后他还没开佛堂之前 就在攀缘找个大法师有名的 帮他做归依弟子 所以你做归依弟子 你没有位的 别人有这么多弟子 他就舍上去 舍上去 舍上去 喂 师傅 他那个团体 在佛教会 那些大皇上身边 为了一班人 他抹抹抹抹抹抹抹 洗洗厕厕所 没有地位 你有个位 你还要搞少些地位 搞个地位 就不用在厕所 洗厕所 不用在厕房 出来听堂招呼人 成为了佛堂 或者一个团体的职员 义工也有分高级的 我又压了上去 压了上去 安管有个地位 就是什么佛堂的委员或职员 接着就要搞权力 那我们现在要再搞权力 搞权力就要搞埋堆 要招兵卖马整一班人 要拿选票 要拆师傅鞋 拆渣鞋 那佛教团体 在搞斗争开始 有你一班人 我一班人搞斗争 斗争一下 差不多我讲一些东西 看了两本经 我和这个师傅 我有一班大师兄跟着 不如我出来开档 开档 搞过什么差夜佛教会 什么讲经会 你不信吗 接着就搞一间 有些点人急钱 你们都听过了 听新闻看杂志 有个姓金 什么差夜电视艺员 明星仔 开一间宅鞋 没数看 后来搞到雜誌图 有些新闻 他就搞了一档 不只是他 很多人都是这样 大家埋堆 够钱 开一间素食店 聚人 聚人 聚一班信徒 他不是我 有些功夫 买股票 我的人买股票都不用聚人 你赢了钱 手一散水 都要散 我聚派 看到现象就是这样的 你有我斗 他有他斗 接着就开中派 我发言中 发尚迷释中 禅中 禅中 禅中下来 又有五个 又股仰 又发男 又民伴 又林济 又有不同宗 这个修正统宗 接着有些更厉害 西藏整个东西 叫西藏物宗 金刚成 我最厉害 我们的天台中 正统宗那些 大城佛法 全部 斯兰卡 缅甸 泰国的 下晚小城 没有料到的 那些 我们大城 全部作大 吹吹淋水 接着就 你骂我中派 我骂你中派 斗悉德铃波车多 斗罐顶多 斗牙位 现在这是很可怜的 中国佛教的情况 好了 在这种宗教团体的环境 耶稣搞一样 你不要搞错 基督教完事 天主教完事 你去开这间教堂 你让那个神父牧师 知道你的另一间教堂 都不行的 都不妥的 就算你这个教堂 那个信仰会 或者 朱胜堂 你做了执事 都又有分大小的 又说要欠位的 不只是佛教 不断斗教 就是说 去到这种环境 这种宗教团体 我本身怎会跟你 唐你唐云水 所以我什么宗教都没有 我就是搞做人 做一个健康的人 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做一个你的财富 我懂得去增长 帮到人的人 我什么宗教招牌都不打 所以我的学生 是最多基督教徒 基督教徒听心经 那是一样的 我的心经不是佛经 你说佛讲 但我们认为不是佛经 是宇宙智慧的心法 到了环境 所以我马上来很担心 你的猪在新闻上 谭香树根 佛祖很忧心 他就说 未来的出家人 就反卖如来 靠卖经典 为生 出家人做生意 什么都要赶架 就出这个现象 第六个梦 那个景象更奇怪 大象 厌弃小象 那个森林的狮子王死了 那些花散了在那个狮子的头上 就算那狮子死了 散在头上的花 他死了 通常那些禽兽不应该害怕 但禽兽都怕他离开了 都不会走过去 但那个狮子麻烦了 他自己生了一虫出来 就吃了那些狮子的肉 他那只狮子死了 你禽兽就去吃他的肉 都没有吃那只狮子 应该你死了 我问你那些狮子 甚至吃你的狮子肉 不是没有吃 是狮子自己咬了一虫出来 吃回自己的肉 这个梦是这样的 那释迦牟尼就告诉他 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 大象厌弃了小象 因为象呢 是跟那个儿女很感情的 都跟着的 不会说扫了个儿子走的 就是说 代表这个现象呢 就是说 在佛门的长老 非常自私自利 他不会提攜后俊 七众弟子 破坏了个法 就有了这个现象 变了呢 因为他出来讲经说法 邪说 乱叉共语 你不信你上网 看看YouTube 看看在家人讲经 和尚讲经 你自己听完 我不是批评人 这个事实 你看看他讲什么 一大堆佛经的名相 佛经的名词 他自己都未明白什么的 讲一讲大堆 就叫他 狮子虫吃狮子肉 就是整个佛教 是被佛教徒毁灭他 佛教他不是自己毁灭 是佛教徒自己毁灭自己的佛教 就是第六个梦代表 现在就出现了 最后一个梦呢 好了 最后一个梦呢 阿蓝尊者就说 他头顶有着衰眉衫扎住 但他不觉得重 佛祖 等于我们比座山压住 但他不觉得重 为什么这么奇怪 这次呢 这次呢 释迦牟比较 稍为开心一点 就跟阿蓝尊者说 他呢 就代表了三个月后呢 我就会死了 但在之后呢 所有的出家人 要靠你去承啟这个经教 结习法典 就是将那个口传的法教 用文字结习回来 第七个梦 所以佛都更开心 就是令到那个佛教 那个佛法的教义呢 没有填到 就由阿蓝尊者做的 因为阿蓝尊者很强忌 忌到很多 他跟着佛祖来 他说什么他都记得 所以他稍为开心一点 好了 既然间 现在 这七个梦兑现了 这些呢 是千多二千年前 二千年前的经典 你们查到的 这七个梦 大家可以查 是预言了这个现象 现在出现了 如果我郭某人 再走这些圈子 再出来跟他们搞 那真是人都会瘋 大佬 是不是给你搞 股票好过 你又不可以改变他 你不可以叫和尚 不要讲教 几皮东西的 现在你去念祥经 七个和尚 做法事会品预官 起码三尺皮 起码三尺皮 大佬 你怎么搞 我会不会再跟他们搞这些东西 还有最重要呢 他们搞一套东西 不是佛祖要传的东西 佛祖不是叫你去教人念经 教人拜餐 是不是 教人在庙里蹲在那里 就可以觉悟的 佛祖只不过教人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 你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 你说你是人 人是一个名词而已 究竟人是什么 你要清楚 你的身体怎么来 你的心灵怎么来 是让你知道 你知道 哦 原来是这样的事 那你就自在 你就知道 时空的背后 等于现在你知道 希望大家 这些网友去买股票 你第一要知道 股票市场一定有风险 一定会输的 那你有一个心 我现在去玩这个游戏 我会输的 那你首先准备它全军尽密 有这个心先 那你现在不密 那你就当好彩咯 你没有受伤 一来知道 我知道这个游戏 我就全军尽密 等于现在我来了做人 我知道 人就会老 会病 会死 那我走不动的了 是吧 那你到时你够钟了 你便不会不开心 你病了 那你便会接受 这些接受 你不会拒绝 你不会忧愁的 好了 你知道 我喜欢的人 便会分手 成坏 成坏 成坏住空的这个世界 是无常 我知道我的生命 是四大元素 加绿色 六层 六根 十八戒 结为五稳而认罪成 才有这个心 一省了 无心可得 佛教是很简单的 就是无心而讲心 讲心而无心 你说你讲这个心 你的心在哪里呢 你拿不到 无形无相 看不到 他说到你明白了 一切都是幻象 第二 我们看电影 如果看电影 触境相情的人 是着想的 但是人 他就有一种 意识流 带着来给你 五七成六肉 你看到 那个电影的景象 那个人物的剧情 你会被他牵引了你 那你究竟说他正常 还是不正常呢 在世俗人 就说他有感情正常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的人 有观察力 你就不会被他影响到你 你知道那个电影是假象 但那些人世间不是这样 你现在在一个人世的舞台 你做了一个主角 你样样当真 所以首先要教大家 你去买股票投资 好像今天1340开股 有些人中 你觉得你买了那一棵 不中是正常的 你不应该受的影响 那就收回本情 也没输 输一输收束费 是吧 又可以收收束费 是吧 几十元 是吧 是吧 还比买个学彩 还差 但是你有这个心态 就不受影响 就是要来训练大家 就是我这次叫大家抽股票 就是要来训练大家的一个心境 之前我没有说 那你就要知道 你那个没有得失的心 哦 不中正常 然后再看资料 抽个另一只 是吧 但那些你抽中就未必好 抽了一个 如果你上约抽那只 1636就不够了 一上市跌一 一上开 跌了20个屁 每人都中那只 1636 上了个几周 一个一号几 现在跌回九号几 我做完商船之后 都没有教大学 都没有叫人马 就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 没有得失的心 你是当一个游戏去玩 但你的心 你准备了我的得险钱 去投资 你输了 没有事 那你就做这个动作 就是汪流 是啊 杜牙有一件事 先问你 有网友说 他跟你买股票 赚了钱 但如果不捐回钱 会怎样 不捐回钱 不捐回钱 就没事的 不捐回钱 就是你自己的福报 没有增长 你捐多捐少 就是你自己的福气 就是说 你把你自己的量度 不会再扩大一点 你扩大一点 你的量度 你将来的福气好一点 你就承受多些福气 这个是我们俗世间的因果 你又不是捐给我 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叫人捐东华三院呢 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人病很紧要 特别是贫富大众 除了东华三院之外 还有人制 还有博案 但是东华三院历史很久 你是不是很多钱就方便 去银行捐到了 你捐了 你就申案不能够 你去做恩氏 我们也有个恩怨 我们是香港人 你捐去大陆医院 就变成你社交求院 自己香港都不行 你就照顾香港人在出世 我们要信愿去做事 信我世间做事 不要疫情 等于这些人 有些对朋友很好的 很阔老的 但是对父母都不好 对朋友说语气 对偶像更厉害 死了就哭 不是我 买多少个礼物送给那些歌手偶像 你不叫他这么热心 去欢迎老爸老母 去接鸡 是吧 你看到世情 就没有智慧 他没有智慧 他没有智慧 没有了孝道 你就福气薄 如果你个人没有孝胜父母 没有了慈悲的心情 不得尊师众道 是修行不到的 人家为什么要教你呢 父母这么大的恩典 你都不会去感恩 死了这么久了 梅延芳 将国平关你差事吗 纪念 你不需要拜爺爺的生 叫你去拜爺爺的生 就在那里吵架 拜老爸老母的生 又拉长架 都未去拜兄弟 是吧 所以这些就是疫情 疫情这些人怎么会去福气 对不对 刚才说了一点 应该我说了一点 开股 因为我今天封知那些 参加诚会识班的人 因为我们用心经的心法 去教人的 但秘密我就不说了 我就说 心经开头观众佳菩萨 当年佛祖和公智序菩萨说话 究竟公智序菩萨是什么 是某类的生犯 很多同学都上了网 他们不上网 就答不了这么多东西 一看就知道了 他的答案 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 他说 那佛祖祖的公智序菩萨呢 就是说 你将来 所有的人 包括你自己 即是说 他的对象 你在座的人 都可以做到的 只要人 俗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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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俗家人 菩萨 对象 他是要求成佛道的菩萨修的 心法 心经 他怎样举例 就说 譬如我们 你看那些佛教 很喜欢说 此岸 彼岸 道彼岸 鸟生死 那条岸在哪里 就答不了 哪里是此岸 哪里是彼岸 才答不了 但我们用世俗管 因为我们在岸上 这里就是岸上 但这里是彼岸 我们生命之下 我在这里岸上 出家人 一发心 剃头出家 他落了一只船 离开岸 船未开的 知道吗 就是下了一只船 但未开 未开 一层层走到半老那种 一开船 那时候叫入流 有个入流果 你可以继续修行 不用再受理回 有些来七次 有些来一次 再来世界一次 中间那种 但未到对面 你在中间的中流果 即是你去了一半 阿罗汉 断了个身建 断了个身体存在的那种建画 但是他发 还未断 那个丝画未断 那个就是中流 他已经不受三界束缚 离开了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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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中流的人 那些人不只是声闻的罗汉 声闻罗汉 就是听到有人讲经 或者看到佛祖的经典 或者听到佛祖的讲话 他可以做到这个声闻的 由声闻的渠道去到中流 但另一种 又不需要看经 又不需要听到佛经 看着花而已 但也看到世间的现象 他都可以去到中流 那些是袁国城 他看十二恩怨去到中流 又叫辟知佛 但在中间的 好了 作家人修行 他就收那个六道猛行 收那个超自然的智慧 直观的智慧 观察力的智慧 在佛国来说 是Pentulaplamita 但我们说的就叫波耶智慧 就是最深层的直观智慧 他是入世修行的 收六道猛行 他就可以去到这个 对岸 未上岸我就 好 דgement 快要靠近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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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quelque 곳 有些是禁着的 但都未上王 他可能不是佛教徒 他是大菩萨 他有这个觉悟 有帮人觉悟 但这种人是最危险的 因为阿南专车问过佛 你有六度 有地狱 有恶鬼 有速度 什么原因最容易落地狱 修禄菠萨物最容易落地狱 你不用做大菩萨去修禄到晚行 你都未必要落地狱 你随时可以落地狱 理由是为什么呢 我去吃素 我又去布施 你这么大餐行布施 那你就起真心 那你就落地狱了 因为你知的东西太多 那你又不对 那你又不对 我回中国扶贫 你回中国人又不去扶贫 那你见我没有说这个 我不敢说的 我怕我落地狱 所以我只不叫人捐钱 因为我自己捐就是你的事 不关人事 你又说这个说爱国 其实人不爱人不去做 那你就自己稳定 稳定就落地狱 所以你不去做 就不要落地狱 你去做好事 那你自然不然 我们凡夫 就会说人家不做 不做你就看人不起 或者你做得多 那你就追求世间明理 那又落地狱 多人鼓掌 那先生伟大 那先生很爱国 那很多扶贫在浪村 那你又落地狱 你不做就不用落地狱 所以是危险的 所以你可以去找经题 就是佛祖说的 六波罗蜜 是落地狱的根 是种子来的 你没有这种思维 没有这种东西 你就不会落地狱 所以他地狱门前 就争论多 作怪人和尚 教师的人 学者 无差点点落差地狱 他就不扎刑 发烂责 那因为那个判官 判他六 不是十八层地狱 你说要落十九层 那我搞错大哥 我看书都是十八层 你无端还有十九层 那哪些人来呢 教书都很久 你那些五人子弟 就是害得人多 就是哪些人上街 哪些人无厘头去搞斗争 那些教授 又搞占宗那些人 差点少落地狱 五人子弟 给他落十九层地狱 和尚导致更大落二十层地狱 是吧 所以世界是很邪的 所以我们是很小心的 但我当然不害怕 我不害怕的理由是 为何呢 又说一些秘密给大家听 因为有个宇宙的规律 是保护到我的 走不回头 所以我不害怕 即是说 当你一发生 我去为众生来工作 你发到这个菩提心的戒 即是说你将你在矿坑上 就把金矿的砂上来 即是说那个金矿的砂 本来有金的 你再提炼了变黄金 它金矿里面有金的 那些矿的金砂 是吧 藏有金在里面的 如果它在宇宙的流转 它变了黄金时间 你不可以将黄金变成铁 这是宇宙的法质 即是我发心 我是走普通新界 我走到今天 就算我又僵侣 又乱餐 搞事搞来搞去 跌差了到二十层地狱 我是散了 就是整个金色散了 烂了 它都是金 你的心没退 有朝一日 你又发心 又再搞过 即是你迟一点 即是你迟一点 你迟一点 应该你上线的 不然你搞不搞什么 跌下来又搞过 但你的金不会走过头的 那个力 这个是宇宙的法质 那又要再搞过 我原本说我第七世就可以成佛了 不仅是 认识到一个美女 有名有利 又搞了一些坏东西 那你就又跌回来 跌回来 哇 搞了七千年 原本七年变了七千年 但你也有机会变回 即是你会迟了 因为你变了金 但你就不是一个器皿 承到一个器皿 省修修 滚来滚来滚来滚去 即使你混在那些金沙里 混在那些泥沙里 你都是金来的 它不会退回来 那个金变回铁 变回铁 变回铐 是不会的 不能变回来 它变回了 所以在我们行事 那个菩提心界是很重要的 即是我们个人应该自己受 你就不要为人受 所以有时有人问我 你搞这么多工作 我们捐钱 千万不要捐 就是怕这件事 是吧 我自己做 我自己吃饭 自己饱 有时你叫人捐钱 就算你们都试过 比如说你都埋商筹款 或者学校筹款 你叫朋友捐钱 他不捐你 你都有一些稳症 你明白吗 一稳症就这样 就下地套 所以你不靠 你没事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学问 我们的心经很少讲 因为二十多年前 叫我讲我都不讲 我只是讲个官字 那官字又讲了六日 都讲不完 可以来不中提一些 因为他有个很好的心法 那一部心经 有了我们几个中派的学问 有禅宗 有淨宗 有淨宗 有律宗 有花言宗 有唯色法相 有天台主观宗 有天台的宗在那裡 整条心经哪句话是哪个用 哪句话是哪个中派可以用 但是比较神秘的 很隐蔽 将来有机会就论中说一下 但我不是用佛教图声音说 我是做一个佛学研究的人去说 没有宗教味道 但是既然间在古印度 有个大圣人 释迦牟尼 讲了生命之流的背后是怎样 你怎样解决到生命的问题 我又可以讲一些心法出来 你用在商场上 用在投资股票 用在人世间上 用在自己的收费上 都是有用的 但非常深奥 可以作些作些 帮大家分享 整条心经二百六十个字 是非常深奥的 我们有很多心法在这 就是大家可以 我们用了那么多年 怎样看世界呢 就得学习